各位朋友大家好 每逢到了财政预算案前夕 很多团体、政党或者一些会计师、工会 都会向政府提出一些建议 尤其是对于派钱、欢面税项 或者是派消费券,着脈都比较多些 其中有些提出 不如每个18岁以上的香港市民 派7500元消费券 另外有些不如没有消费券 直接给1.5万的现金更好 甚至有一些借助今年香港回归25周年 不如派1人1万元的回归庆典消费券 估物论最后是拍板派多少都好 市场上将会有500多亿到过千亿的消费额 在市场上出现 这个对于餐饮、零售业务 当然是一个大喜讯 如果以去年的经验去看 其实不同的商店、商户的东主 已经在订阅、订阅 如何提供多些优惠给消费者 希望尽量去抢这几百亿的消费 尤其是在疫情期间 大部分的市民都是流港消费 如果是疫情未过的话 都没有问题 大家惯了网上消费 可以在网上购物 甚至叫外卖 送到上门去吃 和一家人享用一些美食 都是一个好的方法 如果疫情过去了 或者是疫情放缓 大家可以外出消费的话 去年我们经常说 一个叫做 报复性消费 一家人去酒楼、去餐厅 吃餐好的 或者约朋友聚一下餐 甚至去商场 逛街购物 这些全部都是对于香港的店铺 消费力是一个极大的支持 希望到时 如果财政预算案拍了板之后 大家都一起帮手 刺激消费 振兴香港的经济